周先生抱着他可爱的新生BB仔一念满足 不过为了迎接这个新生命 周先生差不多耗尽了他整副积蓄 事远他28岁的内地妻子在今年1月再次怀孕 随即在香港接受苦产科医生定期的产前检查 并且在浸汇医院缴交55,000元预约床位 准备在9月1日分娩 当日大人盼望新生命来临之際 周太却在怀孕期间出现水肿 情况更加在7月底加剧 就连头部亦都肿胀 要向私家医生求诊 医生诊断周太患上任新毒血症 更加发现当时周太的血压超过200度 警告如果不将他送院 随时会爆血管一尸两命 医生随后将周太送到伊丽莎白医院诊治 周太送院后需要即时否复产子 儿子在不捉鱼的情况下出生 而周太亦都因为病情严重 要一年两日入住深切治疗部 但是周太出院后 周先生就被医院的帐单吓了一跳 因为要缴付的费用达到11万元 当中9万原来是因为周太之前 并未在公立医院接受产前检查和预约 因此被视为是冲关个案 而收取的惩罚性收费 周先生释出向院方和社工求助 但是因为妻子并非香港人被拒绝门外 周先生最后无奈倾尽家财 缴付相关的款項 有关主团体就批评当局 不应该一刀切 调高所有未经预约的分娩收费 应该着情处理紧急个案 但是有医学家人士就担心 如果措施豁免紧急个案 可能会有内地孕妇以此为借口冲入急证室 損害本地孕妇的利益 所以一定要取得平衡 ONTV东方电视新闻台报道